今天來到這個大殖民水公園 屬於富人的公園 那這邊有一個看起來特別的丟滑梯 小朋友在這邊拿著火柴和小汽車 在玩這個溜滑 那這是瀕水公園的全景 這邊還有一個斜坡 這個小朋友惠冕太誇張了 竟然徒手就可以爬上去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短短的木棧道 圍繞著一棵千年龍樹 好像八爪蟑螢一樣 開支貿易的 那這邊 Yubi還在那邊玩溜滑梯 這邊共有兩座溜滑梯 這裡看起來也是一堆龍樹 座落在一片紅土之上 還有一個溜冰場 看起來不錯,免費的 那這邊的話 一隻又一隻 高聳露天的椰子樹 從這邊看不到椰子 倒是看到了一間又一間的豪宅 一群又一群悠閒的人士 那假日大家閒來無事 在這 涼亭之下 放空著 結束一周 忙碌的生活 這裡又是一個怪怪的座椅 小朋友坐在裡面 他可以旋轉 但他不是馬桶 這隻又沒有 養頭遺忘 還是一堆豪宅 每一間應該都兩三間起跳 相當的昂貴 這是什麼遊戲啊 你再轉大力一點看看 這就是所謂的特技表演嗎 這就是所謂的特技表演嗎 這小孩還蠻無聊的啊 哇,這邊還有一隻小的貴賓犬 現在Yubi爬上的這個斜坡戰道 到底上面有什麼 我們來看看 其實什麼都沒有耶 Yubi又坐上一台車 滿無聊的 那這個標示顯示說 這裡面有一些鳥類 綠袖眼 黑罐馬鹿 也就是所謂的夜鷹 三斑鳩 樹雀 喜雀 無色鳥 他居然沒有最知名的台灣藍雀 不過 從這地方 根本沒有看到任何一隻鳥 什麼鳥都沒有啊 什麼鳥都沒有啊 哪來的鳥啊 是不是都去東眠了 那這邊有一片草皮 看起來相當漂亮 這邊還有一些不一樣的花朵 佈置而成 嗯,這個公園看起來真的相當不錯耶 滿舒適的 還有一些老人玩的器材 好 Yubi也在這邊玩了 旋轉的這個 劍腰器材 好的 那麼這個大概就是今天介紹的 看似無趣 卻好像又有趣 看似有趣 卻好像又滿無趣的一個公園 那就這樣囉 希望大家有個美好 愉快的 星期六早晨 好,掰掰